指鹿为马 秦朝二世皇帝在位的时候 丞相赵高想造反 但又怕其他大臣心里不服气 于是想出指鹿为马的方法 想试探一下群臣 有一天赵高向皇帝献上一头鹿 说这是一匹马 哈哈哈哈 丞相弄错了 这明明是鹿 你把鹿说成是马了 赵高于是问左右两旁的大臣 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呢 有些大臣不敢作声 有些大臣想巴结赵高 就附和他说是马 也有大臣说是鹿 嘿嘿嘿嘿嘿 事后赵高就用其他罪名 把那些说是鹿的大臣全都杀掉了 是鹿的大臣 可能就是这个公司 是鹿的大臣 冰击磨一产的主意 Amp olha 因此的与探一下